大家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這一篇短短的 我們粉色文學 可是短短無所謂 總之我們學到點什麼那就很棒了 他的標題是Just a detail 就只是一個小細節 下面指標是Did she or didn't she 他有還是沒有呢 那個動詞有沒有發生呢 Did she do something or didn't she do something 好酷 我們往下看 所以我們先把它讀完 She paraded as if on a catwalk 很遺憾我這裡不能highlight 這網站就這樣子 Walking between chairs and tables, dodging waiters She sat, elegantly crossing her legs and buttoning her coat Finally, I was going to call the police Exaggerated,Victor You took over 40 minutes to go to the restroom Women, darling, I don't know why you're so jealous I never gave you any reason Not until now Why until now There's a drop white on the collar of your coat She smiles and removes the drop with a finger Sucks the drop slowly and speaks in an innocent way It's not what you're imagining 據點結束 好,這故事就這樣 你看懂就看懂了 沒看懂,我們帶你走一次 而且啊,既然你看懂了 你相信我 有些細節部分你應該要知道 好,開頭 She paraded as if on a catwalk 這parade這個意思啊 其實一般來說是遊行 示威遊行之類的 對不起喔 我講太快 不應該講示威遊行 parade應該一般講的是那種花車式的 就是開開心心的那種叫parade 如果是示威遊行可能是rally 或者demonstration比較好 所以我們這邊看一下這個詞 所以如果今天講的是parade的話 就是那種開心的遊行 那如果今天是這個rally 或者是我們講說street demonstration 才是我們講的那種示威遊行 好,OK 所以他就大搖大擺的這樣子 像是一個開開心心的流行一樣 彷彿他在走catwalk 這catwalk跟runway就是我們講的那一個伸展台這樣子 所以他一路這樣子走過來 彷彿在走伸展台一樣 然後他就在椅子跟中間走過來 Walking between chairs and tables Dodging waiters 光看到這裡你就知道他們在餐廳 所以你看就突出個訊息給我們 waiter你知道就示意嘛對不對 所以走在椅子跟桌子中間 然後還閃著這個waiter 然後坐下來 she sat 很優雅的elegantly crossing her legs 優雅的交疊了他的腿 以及呢把他的大衣扣起來 所以button這個動詞啊 甚至可以當成動詞 you're buttoning your shirt you button up your shirt OK 那解開扣子怎麼說 沒有你想像的難 把button前面加一個on 就變成了解開了 so I unbutton my shirt 就是解開button 那我們也多講一下好了 這沒什麼好不講 就是button這個詞 很多的就美國人 都會後面的這個部分 就把它用一個閃一閃過去 所以你不會聽到他們唸button 你會聽到它唸成鼻音帶過去的button button OK my shirt has five buttons buttons OK so the iPhone is a buttonless device iPhone是沒有按鈕的 buttonless 所以button可以這樣子發音 那如果今天有英式英文的話 你知道我其實蠻痛恨自己講這些 為什麼 因為這樣很像其他的youtuber一樣 總在講這些 trivial 微不足道的英文裡面的這些屁知識 我跟你講你知道這些沒有屁用 你的英文不會變好 英文會變好 老老實實的給我他媽的閱讀 我講的是英式英文 我喜歡英式的口音 然後你沒有辦法講出一個超過11個字以上的句子 那你的英文就他媽還是爛 要把英文變好 就好好的講好好的學 不要只是執著於一些我想要追求什麼樣的口音跟發音 那些是最為不足道的事情了 我今天分享給你聽這個東西只是覺得有趣好玩 但你絕對不應該把這個東西當成你學英文的一個重點 好嗎 你也不要一天到晚看一些youtuber說什麼 然後接著讓你英式口音跟美式口音的不同 你不用聽那些不同 因為說真的你他媽都一定聽得懂 你一定他媽的聽得懂 不要一天到你聽那些東西 看我的節目 OK 看我的節目帶你走文章 帶你學字 帶你熟悉動詞名詞怎麼用 你的英文才比較會進步 而且再強調一次 我也只是一個transition 遲早有一天拜託你不要再看我的頻道 直接去摸全英文 這是我渴求各位做的事情 回來這裡 閃音滑音什麼這些P音 button 如果是音式發音的話 T都不見了 button button OK 那T會不見 就像我們講說better對不對 美國 better 不是better better I'm better than you better 就不是ter 而是 better 聽起來像der 可是我也真的覺得不是der better 那音式發音呢 better better 會講這有P用 沒P用 就這樣 沒P用 T沒有音 不要講起來有點氣喔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YouTuber害人不淺 你知道嗎 你看那些東西你英文有沒有變好 真的沒有 相信我真的沒有 就算有可能就是一點點 你明明可以好好利用時間把你的英文吹得很快 你每天可以有多麼一點點的進步 但是看一些沒有P用的那些 那些所謂的頻道 然後講這些 英式英文與美式英文的不同 你的英文真的沒有太大的長進 真的沒有 相信我 好啦回來這裡 來 好 所以buttoning her coat 可以 好 她把她的coat 大一再扭扣扣起來 這邊來一個重點 FINALLY I was going to call the police 這裡為什麼有重點你知道嗎 給你猜猜看好了 FINALLY I was going to call the police 我把這個句子放在這裡 你應該已經看到不同在哪裡了對不對 插就插在這裡的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 OK 如果今天是逗點的話 我們會把它理解為 終於我能幹嘛了 OK 例如說你照顧你的小孩子 她翻來翻去不睡覺 然後終於把她安撫到睡著了 啊 我終於可以去睡覺了 所以就是下面這一句 FINALLY I can go to sleep 逗點就表示 這個FINALLY 跟後面這個句子 是一個一體的概念 終於你可以怎樣 那難道這裡是 終於我終於可以打電話報警了嗎 不是嘛 這個女生回來了 因為你如果還記得下面的內容的話 她花了40分鐘才上廁所回來 所以這個難的是 你終於回來了齁 我都快報警了耶 是這樣沒錯吧 可是你如果這裡是逗點 就變成了我終於可以報警了 11是不是整個亂掉 所以這裡是分號 FINALLY FINALLY what FINALLY you are back 你終於回來了 我都他媽差點要報警了 所以這個分號的功能 基本上跟句點差不多 OK 跟句點差不多 所以這個FINALLY 等於是一個前面的句子 只是他沒有句子 但你要聽懂這裡在幹什麼 OK 所以 終於喔 我差點要報警了耶 是這樣子的口氣 標點符號 必須對 如果是逗點再強調一次 就是我終於可以報警了 That's wrong 好 這女生就說 浮誇囉 對不對 浮誇囉 Victor 所以這人叫Victor Exaggerated Victor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今天影片的標題 浮誇囉 怎麼說 好了不管了 我們先把它講下去 好 所以 Exaggerate 浮誇了 OK 然後下面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嘿 你花了四分鐘耶 You took over 40 minutes to go to the restroom right 你可能會想 嘿 老師 我明明記得花這個動詞 時間跟錢都是spend 對不對 可以 可是你就知道 take也是完全OK的 完全OK的 OK 我們甚至還有另外一個也蠻常見的用 就是 我請你慢慢來 OK So take your time 然後ing接下去 就是慢慢來不及喔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finishing your homework 可以 但這裡不是take your time 這是你take 40 minutes 來上廁所 好這個你就知道 英文不是那麼狹隘 花時間不是只有spend 也絕對是可以是take OK 那再來 他回應就是 蛤 女人啊 親愛的你知道的啊 所以這裡有口氣是 Women darling right 怎麼可以寫女生這個部分呢 I don't know why you're so jealous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容易 嫉妒 我連上廁所都要嫉妒我 跟廁所花太多時間 right I never gave you any reason 我從來就沒有給過你任何好理由 來讓你嫉妒啊 I never gave you any reason 過去是 什麼叫not until now you never gave me any reason until now 這個not就是基本上前面的never ok you never gave me any reason or you didn't give me any reason until reason 沒有TWC until now 所以那女人就問說 蛤 為什麼是until now 所以這裡until now怎麼翻譯啊 所以你從來沒有給我過任何理由 來懷疑你 直到現在 我就有理由了 ok 直到現在我就有理由了 那為什麼是有 現在有理由呢 因為 你的這個衣領上 你的color上 有一滴白白的東西喔 我們今天是粉色文學 你大概就猜得出來白白的是什麼了嗎 結果這個女生微笑了 she smiles and removes the drop white with a finger 所以她就把那個一滴白色用手指開起來 sucks the drop 然後把它吸一吸慢慢的 然後用一個很無辜的一個聲音說 speaks in an innocent way it's not what you're imagining 這不是你想像的喔 那怎麼可能不是 不然怎麼可能花40分鐘 好 所以這故事到這裡就可以了 我也不用再繼續詳細說 它後面的內涵 你懂了 我們把until now說一下下 ok until now until的這個重點 until的用法 或者其實應該講的是not until的用法 我們用一個簡單無比的方式來理解它 until的用法就是 就是前面這件事情 持續下去 持續下去 那until呢 後面這個時間 ok 就翻轉了 我不喜歡用什麼 你到什麼時候才怎樣 那很多老師的教法是 到什麼時候才怎樣 前面又是否定的 不要去記這個 我認為這樣反而比較簡單 你就前面這件事情繼續下去 ok 就強調一下 不用思考 肯定或否定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until這個時間點 然後它就翻轉了 講白一點 如果今天前面這件事情是肯定的 它就是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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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 正面正面正面持續 until這個時間點 boom boom 變成了否定的 那如果前面這件事是否定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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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這個時間點 boom 就變成肯定了 就這樣子 不用用才去記 ok 所以 我們來造個句子很快 我如果今天跟你說 我到下午兩點才吃飯 吃午飯 那我就寫說 啊 我吃午飯對不對 下午兩點才吃午飯 我吃午飯 我吃午飯 Eat lunch 然後until 下午兩點才吃午飯 這樣對嗎 again 我希望你跟我理解方式一樣 前面這件事情 就是持續持續持續 until這個時間點 就翻轉過來 所以這句的翻譯其實是 我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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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持續吃午餐 直到兩點 才停 所以這句是錯的 因為這樣就要吃到兩點才停 不是到兩點才吃午餐 ok 所以 在這個層面上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老師講的 才怎麼樣 前面是否定 這句話合理 ok 通 可是我必須要說 不是每個都通的 我絕對可以把前面改成不是否定句 可是他還是必須用才的理解去理解它 那我們先不講這個 所以 我就要把前面這個句子改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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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吃 直到兩點翻轉了 才吃 聽懂 所以前面必須變成是 I did not eat lunch 沒有吃 until two 這樣才對 ok 那另外一個我要補充的就是 這是絕大部分的台灣學生 我幾乎沒有遇到一個學生 這個東西是理解對的 是理解對的 就是我們中文講的 所謂的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ok 照個例句 我直到今天還留著前女友送我的內褲 可以吧對不對 好 所以 我 keep the underwares ok the underwares from my x underwares 不能複數那就不要 沒關係 until today 你看這樣 很不錯的翻譯吧 我留著所有的underwear 從我的前任送來的 啊 給我的 直到今天 對不對 直到今天 可是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說過 until的用法是 前面這件事情 不管肯定否定 持續著 直到這個時間點 他就會 反過來 所以這句話也就是說 你留著前任送你的內褲 留留留留留 到了今天 你把它丟了 哈 這是你的餘意嗎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 要怎麼樣才能表達 直到今天 並且 日後還會永遠保存 直到穿到這些內褲壞掉破掉為止呢 我們根本不是 用until today這個片語來處理它 因為它根本就是不會work的 我們要處理的方式是 to this day 是這個片語 to this day 就是直到今天 並且日後還會繼續 所以我們把這個句子再寫一次 I keep the underwear from my ex to this day 就好多了 這下叫做 留到今天 並且日後還會留 可以理解 應該不難吧 好 所以 了解一下 until today是錯的 可是你會告訴我 老師 我明明在某一些英文裡面聽到 就是我在接觸的英文 聽過 until today這個片語 你跟我說 until today 根本不能翻譯成直到今天 那我聽到 until today的時候 它到底表達的是什麼呢 好 可以喔 絕對可以 我們絕對造得出句子 是使用 until today的 但它的意思 好我們來造個句子 你馬上懂真的 我們用例句是最好的學習方式 你想像一下 你很喜歡吃pizza 可是偏偏 你這輩子 都沒有吃過你人生中感到最好吃的pizza 直到你認識了一個女朋友 她繳盡腦汁到處找食譜 她做出了一款 你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pizza 聽懂我意思喔 所以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pizza 直到今天才吃到 欸 你看是不是直到今天就ok了 所以你這輩子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pizza 到了今天吃到了 反過來了 吃到了 so I have never had such delicious pizza until today 這就是until today 所以這個直到今天ok 聽懂我意思喔 我們剛剛講的 留這個什麼東西直到今天 那就表示留到今天 你要把它丟了 可是這個沒有發生過 沒有沒有沒有發生 直到今天發生了 所以這裡要until today 是沒問題的 所以一切看羽翼 一切看羽翼 我們也不能說這句話真的是錯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留你的 留你錢人送的內衣褲留到今天 今天要丟 因為今天是一個特別的紀念日 然後丟掉 我覺得也沒錯啊 所以這句話事實上真的不是錯 在某一些很狹窄的脈絡裡面 它還是有可能是對的 ok 所以我們不能說這句是錯的 只是不符合我們剛剛想想要 陳述的那一個語境 好這樣大家聽懂了 好我覺得我們補充這裡 大概也可以了 那我們之後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可以多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把這個東西 變成就是那個 not拉到前面去 所以有另外寫法就是 not until 什麼時間 然後再接下去 高中生會考這個東西 甚至還有一個就是 強調句的寫法 所以 it is not until 什麼什麼 然後再把它 接下去 這個句子完成 那這個不難 這只是一個結構上的導樁 或者是強調的一個概念而已 我們有機會再講 不想把一集講太多 ok 也覺得很多同學可能覺得一集內容多 不好吸收 那我們就 you know we keep this small dosage ok small dosage 我們用比較少一點的劑量 來餵大家英文 所以I'm literally feeding you English spoon by spoon 希望你是喜歡的啦 你如果繼續看我的頻道 你應該是喜歡的 那強調一下 我不會說抵制其他YouTuber 我前面的發言我覺得 情緒的一點點 ok 但我還是必須誠實的說 你看那些什麼 英美式發音的不同 你的進步是有限的 我會說那些影片有趣 所以它可能可以 維持你對英文的興趣 而這個東西功不可沒 因為你可能會對語言的興趣 慢慢的就是逐漸降低 你需要有趣的東西來 拉抬你的interest 那這樣的影片 能夠拉抬interest 我覺得 that's good ok so they do serve a purpose which is keeping you interested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so yeah I'll give them for that ok but in terms of really improving you improving your English or helping you improve no I don't think they can do much for you ok I don't even think I can do much for you but I believe my videos are doing a little more than they than what they're offering 至少我的影片 我能夠給你的 我覺得是比他們在內容上 多一點點的就是了 好不要老王賣瓜了 賣到這裡為止 好那到這裡可以了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 我是Paul 我們下週見 政策 我們下週見 大家說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